给家里多赚些钱 这是何先生放弃打工 做承包的初衷 游女士当时虽然支持丈夫的选择 可一年年过去 何先生包工地是钱没挣到 债却多了不少 入不敷出 外债不断的生活 让他倍感压力 他理解何先生一心为家 但更希望丈夫能够真正的顶天立地 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 可偏偏往后的十余年里 他的这个希望从未实现过 家里的经济压力从未减少 而就在家里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2016年何先生背着他 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借钱买车 2016年他买车 我以为他是跟我开玩笑的 那时候他说 现在大家都买车了 他也想买个车 只有两三万块钱 两个儿子 我都想着他怎么会想不到呢 负担多重啊 他说如果我们要买个车 你喜欢白的还是黑的 那我就直接说 那肯定要黑的嘛 那不可能的 现在买车 哪里有这么多钱 你认为就是我们 就是做个梦而已 对啊 后来他就没跟我说了 一直到他弟弟跟我说 哥今天把车开回来了 我傻了 我说 买车回来干嘛呢 又没有做什么大生意 如果是真的包 小包头的话 你不是买个小车 买个面包车 还可以拉下东西啊 那还有点理由是吧 我没办法 他买回来 我不可能把车砸掉 是不是 他给你的解释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买这个车 他说现在大家都买车了 买个车 那名气要好一点啊 把火也好 包一点 这个买车的钱 从哪里来 那我不知道 都要问他了 你当时没有问他吗 他说他这个小车 只有一块五块钱就可以买的 他说我现在买了车了 我肯定要勤快 平民地去干活了 我听到他这样说吧 那肯定去脚踏实地去干活了 结果还是反感不复这样子 你就是说这辆车 并没有带来什么生活上的变化 没有 看到的只有负担 对 他还网贷啊什么的 越来越严重了 就是这个借钱的情况更糟糕了 对 因为你买车 我也向朋友借了好多钱嘛 自己床下的钱只有两三万块钱 在我那个工地拿了一笔钱下来 我就那时候拿钱就去 因为那时候我在那个干州那边 也是包了个小工地 也是心里想买个车方便一点 一个就是说为了做工程的话 搞个车提高自己一点点的生饭 我就想反正这个车买起来 我以后肯定会勤快点干活 包个好工程 一 为工作买买东西方便 二 可以提高身份 这样可以便于我接到更多的业务 然后三 我有了车 我就会更勤快更努力 我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这三点实现了吗 跟你想的其实是有出入的 是吧 而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出现了网贷更多的借款 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贷就是前几年在江苏那边 我们也是一个工地坐在中途 公司没拿到钱 还是这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就是这个日子一直在借环借环 这样循环当中过的 是 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情况 你觉得能理解他的心情吗 我理解他 你只有赶 declare 下ifa 不管地方 一样 卖 借st 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